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我这个视频就录了第三次了 因为刚刚我不知道讲了一堆 发现没有路上了 我觉得what the fuck 然后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是因为刚好范远跟我留言 然后他就想问一下与女性角度 然后来聊一下泡友和男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以及他的相同点是什么 并且想让我从心理和胜利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下 然后很明显这是一个男性朋友 问的问题啊 然后当然我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是因为可能在我看来 可能没有人真的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它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但是这又引起了我的一个兴趣 就是想说 看似完全不同的概念 它到底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而且再加上其实最近 我朋友一直说我事逼 说我约胖太事逼了 他说我完全就是很多标准 都是按照找男朋友的标准来找泡友的 然后他就反正我朋友就各种说 确实啊 我在约胖上是越来越受病了 而且其实在所谓表象条件上 就找泡友的标准和找男朋友的标准 其实是就是在硬性条件上 其实差不多的 所以我觉得那今天可以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看的吧 好吗 当然仅代表的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OK 当然在正式聊之前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 因为我知道男的泡友和女朋友的标准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约胖的可能他可以尝试不同的类型 但是他女朋友可能他会喜欢一种固定的类型吧 我不知道我会这么觉得啊 女生据我所知 其实他会有一个固定的type 但是不同于我的是 我知道我部分女性朋友的泡友的话 他的标准 比如说他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标准 比如说他就喜欢肌肉男 或者他就喜欢多高多高之类的 就没有特别特别多的要求 但是我真的是在外表上的 找泡友的标准和找男朋友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自己说完之后 我都觉得活该我找不到长期的泡友吧 可能 当然当然就是你也不能怪我 我是个金牛座 金牛座真的很看外表 所以我想问你们就是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可以给我留言 就是告诉我你约泡的标准和找女朋友的标准 是差不多的 哪个更高一些呢之类的啊 OK 然后再说回来就是 是我呢 找泡友的外在标准会 跟找男朋友的标准差不多 所以其实可能你会问我说 那这样是不是更容易让你喜欢上泡友 然后这就不得不说 我对泡友的一个概念的一个理解 就是我个人会觉得泡友是分为两种的 一种就是纯 就是Francis Benefit 就是你们之间就打泡就比如说和小甲 那一种啊就之前我分享过 我认为的一个满分泡友是他这种关系 然后第二种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两个人会偶尔会在一起 之类的但是也是基于打泡为主的一种关系 我会觉得是这两种啊 当然对于后者其实是很容易有一些情感上的纠葛存在的 但是对于我而言啊 产生感情并不代表着我想让跟你成为男女朋友 或者我想跟你干嘛 就是这个东西我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不存在说容易喜欢上对方 然后怎么怎么着吧 因为这个其实就在我看来 就是人在进行自我情感消化和调节的一个过程而已 那刚刚说了这些所谓看似可能跟今天话题没关的东西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先说 泡友和男友我认为 先说相同点吧好 相同点首先我觉得就俩 第一个就是他俩都是一种陪伴 因为泡友和男友之间都有一个朋友的友子对吧 朋友友 这个东西就在我看来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陪伴的关系 所以在我看来他俩都是一个陪伴 第二个相同点就是肯定两个人之间都有一定的好感 OK 那好感可能他程度会不同 那对吧 好吧 相同点啊 我认为的啊 OK 然后不同点我个人会觉得有三大类吧 第一类就是你的目的性不一样 就是你的功能性不一样 很简单 泡友其实我刚刚说了 两个友他都是陪伴的关系 但是泡友更多的是sexual connection 就是在性方面更多的一个陪伴吧 那当然男友的话在我看来他其实不光是有性 他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上陪伴 或者说一些心灵精神上的陪伴 情感陪伴 情感依赖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区别 OK 然后第二个再说在我看来就是形式不同 什么叫形式不同啊 就是他是否是一个exclusive的关系 是否是一个一对一关系 因为其实泡友这个东西啊 通常你是需要跟对方去约定的 就比如说你是需要告诉对方说我 或者说去跟对方聊说我们之间是不是一个一对一关系的 但是正常情况下约定俗称的男友关系 如果你是在一个正常男女朋友关系之中的话 那肯定是一对一的 那不用说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在形式上的一个差异吧 然后第三个差异很简单 就是你们两人之间相处的时长时间不同 泡友其实说白了你们两人之间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所以时间就那么短时间吧 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不会很长 但是相对比男友的话他更多的陪伴不光是在性上 不光是在生理上 他还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交集啊 更或是我说的情感依赖的东西 你们是需要很多时间去磨合相处沟通 才能够让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慢慢进一步的 所以这是我认为的一个差别吧 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相互花费在对方的时间精力 投入都是不同的好吗 当然说到什么生理和心理的差异啊 首先我会觉得在心理上来说吧 比如说比如说尤其女性啊 当你遇到一个什么危险困难的时候 那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打给我男朋友 或者说哎呀我好希望我男朋友在我身边怎么怎么着 或者当你自己一个人比如晚上看恐怖片 你害怕了的时候 你肯定希望啊我好想我男朋友 你就是寻求安全感的一个指向性是你的男朋友 你不会说这个时候突然想说我好想我的泡友 那就不可能对吗 所以就说白了还是我说的一个 情感依赖和心灵寄托的一个状态 你不可能将你的那些东西寄托在你的泡友身上 当然这也说到了我认为泡友和男友之间最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是泡友其实他这个关系基于的点是我 就是我想干嘛 我认为怎样 两个人是各取所趋互利的关系 但男友就不是 男友基于的是我们 我们是处于一个关系中 你懂吗 就是在我看来男女关系中 他会有更多的是关心啊 照顾啊 然后体谅啊 那一种状态的 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我刚刚说的心理上的东西 以此同时也会影响到生理是什么的 就是对女生而言就是你和泡友啪啪啪 跟和你男朋友啪啪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泡友你是希望对方活很好 你是希望对方很有技巧 你是希望你们两人之间身体很契合 这样你们两人之间的感觉会很好 对吧 但男友不一样 因为当你对这个人有了情感上的依赖 或者说你更甚至说你爱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 啪啪啪的过程其实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感觉 我不知道男生但是女生会的 就是当女生对这个人有强烈情感上的感觉的时候 他会给你们两人之间的啪啪啪加很多很多分 这是对女生而言在生理上一个很大的差别 OK 所以我今天想说大概都说完了 然后说到这我突然会发现两个概念就是他们结果不同的 然后我竟然也花了十几分钟时间来聊 也感谢你们在听我聊这个话题啊 好吗 然后我最后最后想说的是 其实每一个人可能他对于不同的关系的标准和看待他的重要度都不一样啊 然后对于我而言 其实我对于男女朋友关系是一个很看重的状态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的人是属于他不能单身 他就是得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女朋友的 但是他可能对这个人并没有很投入 或者并没有很在很上心 但是他需要这个关系存在于他的生活中 但是对于我而言我是不会草草的进入一段认真关系中的 因为我是很尊重这段关系 而且我也会很投入 而且我也会去真的去付出一些东西的 嗯 这可能会跟部分人的想法不同吧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了 你们有什么看法都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想听什么其他话题也可以给我留言好吗 OK啊那今天就是这样咯 下期再见 Peace